疫情爆发了两年之后 南韩已经从6月1号开始重新开放国外旅客 来申请短期的观光签证 位于日本东京的南韩驻日大使馆 立刻出现了人潮 有的人是排队排了三天三夜 还有人不惜打地铺彻夜等待 大使馆外是大排长龙 等候的人数一度达到上千人 有记者在开放申请签证的第一天 就到了现场直击 果然是看见满满的人潮 其实早在5月31号的晚间 就有不少民众在使馆外头排队了 结果6月1号一大早 队伍绵延超过500公尺 到了上午10点钟 现场排队的人数已经达到1000人 但是大使馆每天最多只能够受力200件 因此大使馆说已经调派人力支援 但是因为签证的合法本来就耗时 因此目前只接受一定数量的签证申请 为了减免不方便 也将打算开放线上预约申请 南韩媒体则指出 解决乱象的唯一方式 就是重启疫情之前的免签制度 好 还要来看到在香港的部分 香港第五波的疫情 120万人确诊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居住环境很密集 这当中所谓的汤房 也就是台湾所说的小套房 可以说是重灾区 不少人是一家大小挤在 三四平大的房间里头 这个月租就要新台币2万元 疫情之下包含了经济 还有生活压力都大增 香港人口密集寸土寸金 估计25万人住在 老旧房子的汤房 平均每人生活空间 只有一瓶 香港的所谓汤房 就是类似这样 原本是一梯两户 但却分隔成多户来居住 深水埗是汤房最密集区域 窄长阴暗的楼梯 美亲和儿子每天上下七楼好几次 一家三口住四平多大 月租却要2万台币 这有独立厨房厕所 也有向外接窗户 相比公用厨房厕所 密不透气的空间 已经算是汤房豪宅 轮后政府公屋八年 在这里住了五年多 两年多的疫情 带来更大生活压力 房子太小了 大声一点说话隔壁都听得到 家里玩客的话 骂小孩都会很大声 然后隔壁就来投诉 预房 夜房 欧米克南房 最终全家缺诊 隔壁然后六楼的全都中了 空气流通相对是差点 当一个汤房某一个单位有人确诊 其实连带都会感染 周边汤房每个单位 缺诊的郭伴数汤房家庭 都是全家感染 港府不少防疫资源 照顾了公屋居民 付更高昂租金的汤房户 备受负略 有志愿团体就协助这些居民 做好大楼的清洁烧毒 以及为他们募集防疫物资 共同应对疫情 以上是组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好聊天室里头持续有看到不少朋友加入 我们有看到这个林金桃 还有看到SC 另外看到野起 还有刘家福 赵汉文 现在呢有看到乔惠平的加入 另外呢我现在持续看到这个Fly Fox 我们的抖内非常感谢你 同时呢还有看到黄泉民 另外也有看到魏绍 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到的是乌克兰的总统府顾问 波多利亚科表示 在尽可能把这个俄罗斯军队 击退到乌克兰边境之前 其实乌俄两国的谈判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还有来看到是美国举办了美洲峰会 结果遭遇重大的挫败 拉丁美洲国家扬言要集体抵制 好对此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帅化名帅中将的分析 墨西哥被美国匡走的领土 强占领土多大吗 比现在的墨西哥国土还大 Texas 这个加州 多大的地啊 结果送点赖民过去赚点钱吗 还要盖个围墙 中南美被美国歧视很久了 因为从罗斯福开始的门罗主义 就把中南美洲全部视为我的藩属国 又打又杀又骂的 又听话的那好 不听话的军机制裁 军机制裁不听了 Norriga还被抓去关了 所以你说中南美洲 很多国家是左派的 他们都信奉那个Glatches 他的民族英雄 尼加拉瓜那几个都是 他们这个左派帮连的 所以他只是没有力量反抗你美国而已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今天美国没有经济实力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干嘛去开会 你说老大叫医生去了 去了连个彩旅费都没有 不是这样吗 你现在美国能给中南美什么东西 美国自己的经济有问题 他向来是拿人家的 你叫他给他不干的 所以你说中南美也好 或者是这个中南半岛这个几个峰会 你看这个中南半岛给一亿两千美金 一亿两千美金里面还有六千美金是干什么 六百万美金干什么呢 是拿海准则的问题 一起来围堵中国大陆 你剩下十个国家分你六十万 美金干什么 把我当乞丐啊 中南美的心态也是这样子 你无缘故故把我找去 找去谈什么 你美国现在能给我什么好处 你还干预我 今天美国讲了 我强调制度问题 民主是最好的 大家就在冷眼看了 你的民主示范的好吗 你上次选举川普到现在还说你是脏的选举 是偷了他总统位置 是作弊的选举 事实上是金钱的地下政府在控制 你美国州议员 国会议员参议员 通通是被军工协会的收买了 收养了 你那个民主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到现在人种其实闹得这么厉害 校园枪杀案一中一中 你这些国会议员 讲起来民主爱这个人权 你有没有通过一支枪支管制法案 没有啊 对不对 你再在你不管你的COVID-19 管制的好不好 你的国际外交搞的好不好 全世界挑取战争 然后自己内部种族歧视的很厉害 美国内部歧视的很厉害 不是安格勒萨克斯的白人 都不是他看得起的对象 你知道吗 犹太人都被去世 欧洲来的也去世 南美洲去的白人也被去世 所以你今天号称的价值观念 都被人家看穿了嘛 我到加州去 除了洛杉矶外面 全是讲西班牙话的啊 光那个Santa Cruz的地名 都五六个啊 所以他现在一个是西班牙籍的人口多了 华裔的也多了 是 黑人也多了 所以他才会美国第一 美国再度伟大 是讲的要他那个安格勒萨克斯的白人伟大 所以这个东西你今天要号召全世界跟你学 可是你的民主比人家强吗 我就想想那个谁讲的 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的就好吗 新加坡李光耀 李显龙父子把人家一个国家制的都好 我们最辉煌的时代是老蒋跟小蒋 没有什么制度是一定的百分之百的好 只要你做的好都好 民主制有没有缺点 有 集权政府有没有缺点 有 如何去修正 不是像你那样子 假民主之民 骗取政权 然后再来掠夺世界上的财富 所以你这样子 你怎么会有公信力吗 两军现在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基站 战线绵延超过千公里 各界很期盼促成和谈 不断有乌克兰割地求和的讨论 被外界抛了出来 美国总统拜登在3号这一天 对此重申 这是他们的领土 我不会告诉他们什么应该做 什么又不应该做 至于顿内刺客市 也不太可能沦陷 因为我们的士兵 已经将他们击退 他们现在伤亡是非常的惨重 同时外界也预估 这个欧美会不会未来定期会晤 要讨论俄乌如何停火呢 日本的产经新闻独家做了报道 因应大陆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行动 日益平凡 台海之间的局势升温 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天 首度派遣一名防卫省现役官员常驻台湾 和目前的驻台退役自卫官合作 将驻台安保主任的机制增加到两个人 希望能够强化情报搜集的能力 还有来看到的是中国载人航太工程办公室 在记者会上头已经提到了 经过了太空战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研究决定 神舟14号载人太空船将会在5号上午的10点44分发射 通报当中指出了神舟14号任务期间 有三名太空人将会完成以天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 还有梦天实验舱作为基本构型的太空站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同时也将会持续进行天工课堂 并且首次利用位于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 实施二到三次的出舱活动 另外来看到是在大陆的高铁 经传发生严重的脱轨事故 当时有一辆高铁的列车 在贵阳路段的隧道口突然遭遇了土石流 其实司机发现之后有立刻紧急停车 但是依旧撞上了车头全毁还冲上月台 司机当场罹难 另外还造成八个人受伤 大陆这辆高铁列车严重脱轨 车身横跨铁道 车头直接撞上月台 扭曲变形严重破损 现场车内画面曝光 吓死我了 这怎么了 手都吓抖了 车厢内可以听见小孩的哭喊尖叫声 食物散落一地 乘客惊慌失措 大陆贵州一辆从贵阳开往广州的高铁列车 行驶到隧道口时遇上突发的土石流 列车直接撞上造成七号八号车厢出轨 司机当场死亡 一名列车员与七名旅客受伤 列车上的其他136名旅客被安排转运疏散 当局也在第一时间出动 11辆车52人赶赴现场救援 伤者目前都已经得到妥善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据了解列车司机在发现线路异常时 在5秒钟内就采取了紧急刷车 虽然牺牲了自己 但救了全车100多人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